這個影片就是當天 小巨蛋震動的時候 已經開那個燈 燈已經一直在咬 秀出手機內李明投訴影片 小巨蛋附近居民指控歌手張惠美 演唱會從四月一號開始 連唱四天 人為地震 也跟著 震了四天 不要講話 感受 住戶抱怨 每天晚上十點後 演唱會接近尾聲 就會出現人為地震 將近二十分鐘 對 真的是草菅人命 不把我們李明當人看 有些老人家 他那個時間點 都已經不敢在家裡了 二零一五年就是這首三天三夜 全場一起跳 讓小巨蛋出現阿妹條款 七年後張惠美簽下合約掛保證 如果周邊民宅感到震動 經濟公司會提出改善計畫 運意變更曲目 旅券不聽時捷運公司 甚至可以斷水斷電 停止演唱會演出 房子不會因為你們演唱會造成人為地震 來倒塌嗎 然後真的是要等到房子垮了 人死了 你們才要處理嗎 好不容易重返小巨蛋開場 加上六號還有八場演唱會要舉行 住戶已經抱怨連連 怎麼管控現場氣氛 不要嗨過頭 工作團隊 繳盡腦汁 總之後你不用再不用再罰 靜新聞綜合報導